蔡公封谷宫供奉神农大地 因为早期这一带都是农田 农户们因此开始供奉神农大地 并且出资建庙 这位赖大哥的祖父辈 就是桃园客家人 来到左营蔡公庄开墾种田卖菜 村庄的名称才取名为蔡公 以前都做室的 都掘柱子 保产的 有的没的 比较来给新农 这比较有新农 在这里保护我们 这做室的人 大家平平安安 蔡公庄这个地名由来已久 不过在区里划分时 因为人口数不多 才将这个区域划分为新庄地区 纳入新中里 之后因为土地重化 人口快速聚集 才从新中里划分出来 如今已经成为全国第二大里 我们蔡公庄以前是用新中里 就看水管 看水管分出来 所以蔡公就是 以前因素少 我们新中里都合作 一种 做并联就对了 开始重化了 沾沾沾沾沾沾 这个社会了 甚至并作 并作建立社会 今早老人都 多有利害的机会 这样想我比较好过 如今的蔡公里内住宅大楼林立 有学校也有市场 左营高铁站也位在里内 成为进出高雄的门户 蔡公里经过46年的发展 现任的里长王振华 也努力争取 让社区更好的相关建设造福里民 大概以前来讲 就是有两种两个一个行业 第一个就是务农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曾爱业 对因为我们这边 可能在土殖的关系 所以可以烧一些砖瓦 也庆祝我们蔡公里 从农业的生活 到了现在的一个都市繁华的 一个生活模式 作为我们的里长 对我们这些蔡公里很照顾 求的什么事情困难的事情 求的都没有体系 好 随处理这样 左营蔡公里的名字 虽然乡土但是很亲切 里内的生活机能也很好 有情人创建的宫庙庇佑 移入的新人口也能够认同地方 大家生活在一起安居乐业 记者赖长帮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